烦恼始于心灵的反应 痛苦渊于不满的心 这一期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佛系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本书 本书的作者是曹涕龙顺 一个日本和尚 人称东大名僧 顾名思义此人曾在东京大学读书过 厉害的是此人中学便退学了 后来通过自学进入了东大法学部 毕业后似乎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 后T度出家 先后到缅甸国立佛教大学和泰国僧院留学 可见他明显受到南传佛教的影响 他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并不谈及宗教的佛教 而是宣传改变生活的方法 致力于将佛教的本质运用于生活和工作之中 很聪明 不愧东大名僧的称号 本书通过原始佛教来学习这些解除烦恼的佛陀思考法 作者会将充满智慧的佛陀名言 翻译成简单易懂的现代文字 并加以生动的解释 现在我们一提到佛教 就会联想到宗教性质的内容 但是原始的佛教并非如此 它所传授的是实用性的 合理的 在现代社会里也能通用的思考法 如果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本书的内容 必将收获无穷 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屏幕前的你缓解因社会压力 人际关系 资讯爆炸而带来的焦虑不安 希望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得到启发并收获幸福 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本书吧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先把本书的结论告诉给大家 结论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心灵的反应 也就是说所有的烦恼和焦虑不是用从事物的本身自然产生的 而是由我们自身的内心对事物做出的反应才产生了烦恼 就跟我们之前所解说过的被讨厌的永居的目的论相似 人生中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事 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体会 人生就像一条艰难的路 其实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迷惑 实际上所有的烦恼都来源于唯一的原因 只要明白这一点再加上正确的思考法 那么任何的烦恼都能迎刃而解 这便是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主旨 那么我们每一天究竟在烦恼什么呢 被生活所迫心中充满压力 对现在的工作不满 考虑到将来的生活感到不安 厌恶的事不走运的事接踵而至令人沮丧 和神旁的人性格不合 在人际交往中倍感压力 乍一看这些事都是自己难以解决 解决起来相当花时间的问题 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些烦恼全部来自于心灵的反应 是不是感觉有点烧脑 举个例子解释一下 就比如每天早上高峰期坐地铁时 我们常常会不禁感叹到 今天也这么急啊 这就是心灵忧郁的反应 当我们赶上了地铁高峰期 就会不自觉的开始感觉到烦躁 然而佛特认为 你的烦躁不安的真正原因 是你没有认清事物的本质 的确仔细地想一想 就算是同样坐在拥挤的地铁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烦躁不安 有的人会觉得稍微有点烦躁 而有的人则完全不在意 也就是说 同样身处在乘坐拥挤地铁的这个环境下 每个人的感受和反应也不尽相同 烦躁不安的程度也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 只要你不消极地做出反应的话 也不会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 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一次出去办事 比较赶时间 还碰上地铁玩点这种倒霉的事 因为地铁玩点等车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非常拥挤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坐这样的拥挤的地铁好烦呢 真希望下一站全车的乘客能下车 满脑子的烦躁 使得我紧皱眉头 不过在不赶时间的时候 在地铁上刷着自己喜欢的动漫 就算是比较拥挤 也不会感觉到烦躁不安的情绪 也就是说烦躁的根本原因 不是从事物本身自然产生的 而是由我们内心 对事物做出的反应才产生了烦恼 综上所述 我们与他人相遇时 我们工作时 我们外出时 我们的心灵总是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由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焦虑 沮丧 对未来的不安 生活中的压力 和失败后的悔恨等情绪所致 烦恼便开始在心中慢慢生根 所以说大多数人的烦恼都来源于心灵的反应 我们的心灵因为烦恼而动摇 这就是烦恼产生的唯一原因 这时你有可能会想 说的倒是有道理 但是佛陀尼是得到的圣人 我们普通人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做出反应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讲解一下 怎么样才能避免做出不必要的反应 还有就是 如果没能控制住自己 做出了反应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为了避免不做出反应 我们应该怎么办 前提条件就是 对这个世间大多数的事情 不进行多余的判断 这一点包括我自己 很多人都容易产生误解的就是 我们经常会对我们看到的信息 以及接触到的人做出评判 就比如 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喜欢这个人还是讨厌这个人 我做的这件事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我们特别喜欢 对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行评判 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喜欢评判事物呢 人在做判断的时候 有种快感 得出结论之后 就像自己有了落脚点似的 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要注意的就是 这种草率的判断就像毒品一样 我们却不知道为了这个短暂的快感 却冒着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所出的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想对所有的信息做出判断的话 有多少时间都不够用 我们宝贵的时间都花在做草率的判断上了 还有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量的信息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然而大多数的事物 根本就不能简单的去评论它的对与错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事实这本书里所说的 大多数的事物都处于中间状态 公众人物的出轨事件 还有网红之间的口水账 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评判谁对谁错 其实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每一天会接触大量的信息 都要像裁判官一样定夺每一件事情的是非的话 浪费大量的时间不说 这种没有意义的反应 也会让烦恼在我们心中慢慢生根 相反的 我们也不能对所有的信息无动于衷 眼看着对自己重要的信息在眼前逝去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选择性的 对信息做出反应和判断 我们知道了要有选择性的 对事物做出反应这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 什么样的信息需要我们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怎么样区分信息 判断要不要做出反应的标准就是 只有考虑是否对自己有用就好 也就是说有意义的有用的 这个法则在任何社会都是重要的评判标准 以工作为例能够提高收益 促进工作环境的改善 推进业务的发展 判断就是正确的判断 有用就是重要的判断视角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 从无意间做了判断中解脱的方法 作者介绍的三种能帮助我们 从不必要的判断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首先要单纯地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比如不经意间 今天真倒霉 有可能搞砸 我和那个人真合不来 之类的想法略过脑海的瞬间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 第二 人世间有不少人喜欢对各种事物进行比较 评价和讨论 正是因为这种多余的判断才会招致苦恼 如果真的希望彻底摆脱这些烦恼 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判断 如果不希望再沉溺于这样的痛苦之中 就要果断地停止判断 无论他人怎么样思考 一定要坚持自我 我就是我 他人就是他人 人世间到处都是热衷于判断的人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随波逐流 选择自己的心 决定自己的心 永远自由和独立地进行思考 这也是佛陀的教诲 第三 另外一个要点则是学会坦诚 只有坦诚才能彻底地解脱自我 一旦陷入自负和傲慢心理 和周围人之间的隔阂 就会越来越明显 无法体谅他人的心情 有时只不过是他人随口说了一两句 就觉得人格被否定了 勃然大怒 或者沮丧不已 陷入烦恼 烦恼的根源并不在于周围的环境 觉得自己没错的心理 才是痛苦根源的所在 比起完美无缺的自我 或许坦诚的自我更有魅力 能够仔细倾听他人的语言 体谅他人 和人推心之父的沟通 只有如此坦诚的人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作者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学会坦诚 这样简单的变化 便会让你的内心开出最美的话 或许有人会想 如果有些时候 事情必须分出黑白证物 那应该怎么办呢 将他人的反应和自己的反应 分开来思考 对于他人的反应 听之认之 做到这一点 便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 同时坚持不做出任何反应 就能彻底地摆脱 因情绪动摇所带来的烦恼 尽管如此 能够坚持完全不做出反应的人 实在是凤毛麟角 稍不注意 怒气就会有上心头 开始和人争执起来 那么有没有什么 避免反应的诀窍呢 作者推荐的方法很简单 将心分成两半 一半朝外 一半向内 也就是说用第三人称视角 来俯视自己 首先将自己的心 分成内外两部分 闭上双眼 想象一下 你的内心 有一半朝向外界 有一半朝向自己 俯视自己 就比如 你最讨厌的上司 对你说了一些尖酸刻板的话 你就会很自然地感觉到愤怒 如果你没能用第三视角 俯视自己的话 带着情绪的你 接下来与其他人谈话的时候 有可能把内心的愤怒 发现到对方身上 我们要尽量避免 发生这样情绪失控的事件 如果我们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 俯视自己的方法的话 当你最讨厌的上司 说了些尖酸刻薄的话的时候 第三人称视角的你看到自己 正在为刚才上司那方话而生气 这时候我们要停下手里的工作 用第三人称视角 客观地观察一下自己 也有研究表明 突发的愤怒情绪 一般都不会持续6秒以上 通过第三人称视角 观察自己的方法 也拖延了自己发怒的时间 这样就能减轻我们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 在工作或者做家务的时候 如果感觉到内心烦躁的话 就停下来用第三人称视角 服侍自己的情绪 就比如你会想 我现在内心好烦呢 带着情绪工作的话很容易出错 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就这样用5到6秒的时间 去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情绪 这样就更容易避免自己 对外界事情做出反应了 这期为大家讲解了 《佛系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本书 整理一下本书的结论就是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心灵的反应 也就是说 所有的烦恼和焦虑 不是从事物的本身自然产生的 而是由我们自身的内心 对事物做出了反应才产生了烦恼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反应 以下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点就是 对这个世间大多数的事情 不进行多余的判断 第二点就是 我们只对自己有用和有意义的事 做出判断和反应就好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Foxman的见解 烦恼始于心灵的反应 痛苦源于不满的心 这本书教会我们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反应 如果不经意间做出了反应的时候 要学会用理智 平常的心 客观的俯视自我 也就是说 不管外界的事物如何变化 最重要的是 你自身如何看待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句话最能说明这一切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足 当我们谈论人生目标的时候 有的人会想成为有钱人 有的人想和自己喜欢的女神结婚 有的人则想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佛陀的观点是 只要我们自己觉得满足 那就是成功 我们可以去追求我们的理想 就算未能达出最初的目标 只要我们享受这一过程 只要我们知足 这就是成功 通过学习佛陀的教义 不管面对怎样的日常生活 都能避免不必要的心灵反应 正确的理解和思考自己的烦恼 这将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平静 满足和幸福 就从这一刻起 开始新的人生吧 好了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你的点赞和关注 都会提高我的幸福感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视频 希望你能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心情 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谢谢 感谢